香味扑鼻而来 一杯浓浓的咖啡大功告成 但这里可不是普通的咖啡厅 约旦一家民间企业搭起市场人士 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昊州世界各地约三万名志工 将大学教材转成有声读物 视觉友善文本或是阅读器 全球志工每个月协力出版200多本教材 从2013年至今 该企业已帮助超过800位市长者 扎赫拉也是受惠者之一 他目前正在进修硕士学位 约旦全国1100万人口 其中约6%是市长者 也就是约66万人 难以取得适合的资源 市长人士的求学之路 往往比一般人崎岖 多亏各界凝聚力量 未来他们的求学生涯将会越走越顺 大海新闻落着近变异 系地区